2019年5月 那時候在無人機領域堪稱霸主的DJI大疆 一腳踏入了運動相機這個領域 開啟了OSMO Action系列 而身為一位熱愛騎乘摩托騎士 我也從2022年開始 分別使用DJI的OSMO Action 3 以及OSMO Action 4 穩定、易用、高CP值 是我對OSMO Action系列最深刻的印象 而時間來到2024年 DJIOSMO Action 5也發表了 不過今年不太一樣 因為DJI在Action 5的後面 還加了個Pro 所以這部影片 就讓我們來簡單看看 DJI最近發表的運動相機 OSMO Action 5 Pro 到底 有多Pro DJI的 首先我想先從外觀上講起 OSMO Action 5 Pro 這次在外觀上 新增了一點紅色的元素 在數字5的旁邊 還特地增加了Pro 3個英文字 鏡頭蓋內也多了一圈紅色來點綴 而機身的尺寸 也都長得跟前兩代一模一樣 所以這也代表著 兩年前你買的Action 3的電池啦 保護殼啦 ND減光鏡 甚至再到麥克風 各式各樣的配件 在這一代的Action 5 Pro 你一樣可以繼續使用 不需要重新購買新配件或是電池 對已經有了Action 3或4的玩家 真的非常友善 而這次的Action 5 Pro 我覺得和前幾代最大的差別 還有這一塊 升級後的OLED螢幕 升級後的大螢幕 邊框變得更窄了 螢幕尺寸也來到了2.5英寸 螢幕佔比提高了16% 第一眼看到它 你應該會覺得特別的大又寬 肉眼也會很有感的覺得 在大太陽的環境底下 看得更清楚 同時整體的螢幕變得更亮了 這塊螢幕支援100% DCI-P3色域 在運動相機上加入了OLED的螢幕 在拍攝完之後看著重播的素材 也是一種享受啦 外觀上看去 Action 5 Pro只有在螢幕上變得比較大一些 但內在的部分 卻提升了不少 這次Action 5 Pro 使用了4nm的晶片 也讓它在各方面 都非常有感的提升 因為這塊晶片的升級 Action 5 Pro 新增了人物居中跟隨的功能 利用相機本身的演算法加上裁切 來實現不管走到哪 你永遠都會在畫面的最中間 我覺得還算是蠻實用的啦 講完晶片 換來說說感光元件 這次D在OSMO Action 5 Pro 採用了新一代的1.3分之1英吋的感光元件 搭配上光圈2.8的鏡頭 和Action 4一樣的155度超廣視角 有著13.5檔的動態範圍 以我的使用情境 大多都是在林道 森林裡騎乘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在低光源 北洋處 甚至是在林間陰影處的環境下 Action 5 Pro的表現可以說是大幅提升啦 4K60幀的高動態低光影像 在林道這種複雜的大光筆環境 處理得很好 即使其在陰影處 樹枝之間的藍天 還是沒有整個爆掉變白色的 在經過隧道 北洋處等等 比較陰暗的地區的時候 相比Action 4 我覺得Action 5 Pro拍攝低光源的騎乘畫面 畫質更加細膩 同時畫面也變得更純淨了 一樣保有高品質的影片啦 也因為換了新的感光元件 現在Action 5 Pro 可以拍攝4比3比例的UHD 4K 120幀的畫面 後期可以更自由的裁切構圖 搭配上運動相機輕巧 哪裡都能架的特性 讓我的影片視角 可以變得更加豐富 而拍攝的色彩 Action 5 Pro 可以選擇4種色彩模式 8比特和10比特的普通色彩 我已經很熟悉的10比特 D-Log M 以及這次新增 同樣也是10比特色深的HLG 以我自己的使用情境 如果我選擇用普通色彩拍攝 我都是直接調整成10比特的選項啦 在拍攝完如果要急著發布的話 直接在普通色彩上稍微調一下顏色 就可以直接發布了 10比特的D-Log M 這次Action 5 Pro 可以直接在機身上預覽還原後的色彩 不會再像Action 4那樣是灰灰的畫面了 除了普通色彩以及D-Log M 這次還新增了10比特的HLG 可以獲得高動態範圍的素材 也因為Action 5 Pro的螢幕升級 所以在切換到HLG色彩模式的拍攝下 螢幕會變得更亮 更方便我們預覽 同時在後製的時候 可以有更大、更靈活的調色空間 除了以上講的這些 Action 5 Pro還有兩項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功能 一是Action 5 Pro 現在機內自帶的壓力劑 對於喜愛登山健行的人來說 打開機身 就可以直接看到現在身處的海拔高度 對長期領導的我來說也覺得超好用的啦 而對於潛水愛好者來說 除了20公尺的裸機防水 Action 5 Pro則是可以開始在下潛的時候 自動偵測水深深度 接著自動開始錄製 回到水面上的時候再自動停錄 二是D-E-JI這次直接在Action 5 Pro的機身內 加上了47GB的容量 即使忘了帶記憶卡 或是拍到滿了 但還想要接著拍 還是可以稍微應急一下 這一點真的超級實用的 以後就算忘了帶卡 還是可以再多生個一個小時啦 講完了內在的功能之後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電池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在使用DJI的運動相機的時候 電量焦慮這個問題真的蠻少出現的 Action 5 Pro電池以及電池盒的體積 重量都和上一代一模一樣 同時一樣也能反向幫其他電子產品充電 也支持快充 而電池的容量從原本的1770mAh 提升到了1950mAh 而且得益於4nm的晶片帶來的低功耗 現在Action 5 Pro的續航 直接提升了超過一個檔次 相比Action 4 Action 5 Pro的續航直接增加了50% 以我的拍攝習慣 在4K30幀的拍攝規格下 連續騎了70分鐘不間斷錄製後 電量還有誇張的50% 同時在我使用的這一個月中 也沒有任何熱當的情形發生 真的還是很穩定啦 聲音的部分 Action 5 Pro機內錄製的聲音 現在有 關 標準 以及強 這三檔的降噪 同時DJI Mag II的無線直連 也可以連接兩台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記錄下自己騎車生活 可以把麥克風架設在引擎或是排氣管附近 也可以很好的收錄下車輛騎乘時的聲音啦 大家可以稍微聽聽看 這些錄製的聲音 你喜不喜歡 好你現在聽到的聲音是來自於 DJI Osmo Action 5 Pro 連接了這個DJI Mag II的聲音 那你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現在手上沒有拿著MIC II 原因是因為我早上拿出來 想錄一下排氣管的聲音 結果我用束帶把它束起來 然後呢 我忘記帶了剪刀 所以它現在就卡在這邊 10到15公分之間的距離 你可以稍微聽聽看 DJI Osmo Action 5 Pro 在連接了DJI Mag II 不管是錄製我講話的聲音 還是錄製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排氣管啊 車輛動態的聲音 哇這WP懸吊的確是不一樣 這動力實在是太強了 這一代的Action 5 Pro 我覺得在低光源的拍攝方面 進步真的非常大 真的很適合常在夜間騎車 或是常去領到的車友 同時DJI也一併新增了很多 我覺得真的很貼心的小功能 讓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盡情創作 而這部影片就讓我先簡單的介紹 DJI Osmo Action 5 Pro這台運動相機 之後我會繼續用它來拍攝 然後以一位騎士的身份 拿它來跟其他的運動相機 稍微比較一下 所以還請關注接下來的影片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